大家好 我是唐丽琪 时序来到了2017年 来看看金牛座上半年运势如何呢 但我想先跟金牛座的朋友聊聊2016年了 当然2016年的9月是一个转折点 在9月之前呢 你好像充满了冒险的雄心壮志 亦或是生涯当中有非常多的百花齐放的机会 端到你的面前 有些金牛座很可能忍不住想各式各样都尝试一下 不过到了9月份之后呢 那个情况有一点急转直下了 也就是说你毕竟还是要回归到专业 或者是毕竟要回到你附和得了 或你能够好好处理的部分 这就是2016年下半以后 慢慢你迅滥归于平淡的原因 不过对你来说这样的迅滥归于平淡 反而是带来好的契机哦 比如说你的角色会比较稳定一点 你的才华才能也会在比较你能掌控的情况下去发挥 对你而言反而是好事 那么2017年的上半呢 我们来看木星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呢 当然木星会让所有的专业人士工作是接不完的 所以你要注意的很可能是工作职场成为你生命中重点之后 也许你要注意的是过劳的问题哦 所以筋骨酸痛啦 或者是一些身体的老毛病 旧问题都有可能是会复发的 尤其是木星从2月到5月之间 它是逆行状态 这特别要慎防你身上的一些旧的旧疾复发 还有金星也在3月到4月的时候逆行 这是你的守护星哦 所以它一律也是要你好好的检讨一下过去错误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用来减肥啦 去掉坏习惯坏毛病啦 都是挺好的机会 它很可能会让你是用发病的方式 然后继而去戒掉它 请好好把握上半年这个养生的契机 那健康方面呢 上半年你也很可能会遇到还蛮有能力的神人哦 而且在医疗系统方面 你也会有不错的贵人帮助 所以是养生的好时机 此外呢 如果你想要拓展你的工作领域 那么帮手是重要的 在这一年呢 职场的伙伴沟通是比较密切哦 所以他们对你的生活就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也许透过了大家起争执啊 或者是你想在工作上有进步 那你就要去争取啊 你要主动啊 对当长官和老板的人来说呢 属下的问题也是这一年的重点哦 所以与其就是仰赖他们 自己自动自发把事做好 不如你下去亲力亲为亲自调整 我相信透过你的员工训练啊 或这段时间的付出啊 很多旧问题都会被你米平 当然了 所谓职场上 如果有什么对立冲突 或者是隐忧突发 都会在12月跟1月的时候比较发作 所以这段时间有一些尖锐的冲突 但没有关系 这些尖锐冲突 最后都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还有三月份的时候呢 可能有海外的机会 请你好好的把握 因为这些海外机会呢 可能来自于蛮大咖的 或者是蛮有背景 背景很雄厚势力很雄厚的人 他们都会起到了关键性的提升作用 其实想对金牛座说2017年上半呢 对于有能力 想要蜕变 想要翻身的金牛座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过程 凡事都不容易 都要亲力亲为 然后也要去面临很巨大的挑战 包括别人对你的质疑 包括金钱的压力 可能你要操作一笔重大的资金 而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 事实上你要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 尤其是如果你掌握了某一项专业 那么这个蜕变的过程 这个炼金术的过程 就是你未来会能够扬明海外 或者是往海外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关键就在今年了 所以请好好加油 要顶住哦 今年上半还有一个重要星象 那就是你的守护金星逆行咯 那么逆行在三月到四月半之间 这当然就像我前面说的 可能跟你身上所有的旧毛病 这个时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也许它会影响到你对在外的一个公众影响力 比如说在圈子里面的地位 到底是阳升还是下降 可能一和三月是关键期哦 那至于二四月呢 金星则是在你的十二宫 这个金星十二宫呢 第一会带来你对身心灵方面的感应特别的强烈哦 所以这段时间 你也可以主动的去修行身心灵的东西 或者是安排一些休假休息 你不主动安排 也很可能会导致是健康出问题 所以强迫休息 那么金星十二宫也可能带来不伦练的机会 所以上半年这样的挑战是特别多的 不管是你爱上了不对的人 或者是不对的人爱上你哦 不过六月以后呢 金星就走到你的命宫了 所以这个守护星呢 也会带给你做自己的勇气 以及做任何事情都相当的顺利 或者是得到别人的喜爱和馈赠 变美也是这段时间很重要的获得哦 而在感情方面呢 我会建议金牛座 比如说已经谈一段时间恋爱的人 要不要走在一起的这件事情 可能跟你对事业的企图心有关系 这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哦 还有职场恋情的机会也大大的提升了 所以没有对象的人不妨在你周遭 这些跟你绑在一起的人生让找一找机会 一到六月都是很有桃花运的时候哦 上半年还有一个重要倾向 就是有两次的水行逆行了 一次是12月18号到1月8号啊 它会逆在你的九宫跟八宫 九宫的话呢 要注意的是出国的行程规划 或者是有一点delay啦 或者是延迟啦 或者是跟教授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 误解或者是论文被退回 这都是要当心的哦 那么八宫呢 就代表你的税务 或者是跟银行大笔贷款啊 金钱的进出啦 可能这段时间有漏洞需要处理 第二个时段是4月的时候 4月10号到4月21号 水行这样逆行在一宫 水行逆行一宫呢 自然而然会让人产生对你的误解 或者是你在自我表达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哦 而且这个问题很可能会为你带来一些 生涯的小危机啦 在4月份的时候 所以千万不要太信急哦 我希望你带来一宫 你带来一宫 最终的广州 最终的广州 你带来一宫 我希望你带来一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